熱血製造 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但是精彩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想拿出來講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不是想攻擊鄺俊宇 因為我剛才那番說話 是說有可能勾搭 你可能覺得我恥笑他 不是的,我是幫他鬥的 我是表示兩解的 但是如果你說到這麼強烈 說到這麼強硬 說到就是說人家屈你 說到說從來不知道有萬七個單位計劃 而事實上傳媒也大家翻查紀錄 其實你就知道 你也對這件事作出一個回應 作出一個表態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說到這麼強硬 精彩的地方就是 他昨天出了一個聲明之後 我都在Facebook講完了 我昨天見到他出了聲明之後 我再看聲明那個post底下的回應 我看回那些回應 出了一些回應來看 我看回那些回應 我覺得就是 給你老美 就是 抵你們擁有一個 梁振英這樣的特色 大家去到今天都認為 這件事 這件事是令到梁振英很嚴重的 我想說一連串 一直拉下來 第一,他顯示了梁振英很辛苦 去經營這樣的房屋發展 然後真的想建很多公務單位 你現在審視回頭 回頭審視梁振英上任到現在 做了這麼多所謂的土地政策 嚴格來說成不成功 當然不能成功 你看那個剛剛推出的那個盤 叫什麼 加多利縣 你看加多利縣 多離譜 加多利縣這麼離譜的盤 可以受歡迎地搶出來 你就知道房屋的環境是多麼大 接著元州上任之前 又說要蓋多少工單位 結果蓋了多少 結果蓋不夠錢 好了 這個事件 就幫梁振英解釋了 為什麼蓋不夠錢 因為我收不到地 我真的很勤力 很努力想收地來蓋 你看很惡搞的 很惡搞的 你看這個過程 要統合各方的意見 你看看四次的會面 最初什麼東西都反對 加上這個公務村發展 大家都是反對 好了 後來縮了單位之後 連民主派都贊成了 他只是關注樹木和單車位 這樣證明我已經盡力去拖著各方的意見 最後就告訴大家 真是很辛苦 真是很辛苦 我又要應付反對派 又要應付鄉市派 又要應付地產商 我仍然如此奮力去做 他出來掃到的故事就是要這樣 好了 在程序和正義上 是不是有問題 在程序或者訊息披露上 是不是有問題 你又再提大家一次 那場戲不是做給你看的 那場戲 你的特首選舉 是沒有民意授權的過程 那件事是看中南海 覺得放他入閘好不好 做些事做得好嗎 有些事做得好 有些事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為何做得不好 原來有這樣的一件事 幸好有宏州事件告訴我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搞這些困難 所以為何到這裏 大家都仍然會覺得 梁振英大糟糕呢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講回我自己做政治評論的那種沮喪 當然我知道我沒有辦法說服所有的人 但是 有時我又去面對一些 我又看回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些這樣的人 憑我三寸不難之事 都真的說服不到這些人 你不知道怎樣 你不知道怎樣教化他們 你到底到底 他們堅抽覺得 那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評論 他們認真覺得 你看看梁振英說了3C meeting 這對梁振英還不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他們的except reading不是這樣 但他透露出來的資訊 或者那個訊號是這樣的 所以有時 例如我們站在我們的角度去看 例如好像這些 我預計 我今天做完這集節目之後 我都預計會有一段多長的難受的事件 就是那個難受的事件 可能未來還有一兩個星期 大家還是環繞著中土 不是中土 就是這些橫州的事件 認為梁振英闖了幾大的禍 梁振英出了幾大的問題 現在嚴重失勢 各樣的事件 你未來一段 我夠膽預言 起碼在這個月之內 大家都不會導引到他那個方向去看 不會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看那件事 大家都是會依然用一個 因為輿論是這樣在導向的時候 大家都是用一個 就是梁振英大了 這件事會令到梁振英很嚴重 這個角度去看那件事 但是你認真去拆解整個事件的每一個部件 其實我是真的組織不到這個conclusion出來的 而我是認為正常 正常來說 你用正常的邏輯 都是沒有理由組織到那個conclusion出來的 但是你會見到整個輿論 整個聲稱自己很關心政治的一些網友或者市民 或者殘暴 你知道我很喜歡在茶餐廳吃東西的 其實我不是喜歡在茶餐廳吃東西 我每天都在茶餐廳吃東西 我會聽到旁邊的人說話 我會聽到他們的討論 你會覺得為什麼這個方向這麼失焦呢 為什麼這個方向好像是完全往事件的一個 完全相反的方向 大家是去解讀那件事 理解那件事 甚至乎是落入了一個 就是梁正英這次死夠了 一個這麼樂觀的情緒裏面 我是覺得會令到我們去做政治評論 或者是鄭松泰現在在議會裏面做政治工作的人 你難免會覺得沮喪 你難免會覺得那件事相當吃力不討好 去到現在最多人討論的時候 現在是最多人討論的 是選舉過了之後最多人討論的 然後主要是一班什麼人討論呢 就是一班沒有看過我們正光的人在討論 那你會覺得 你明白不明白 而我們做的工作是什麼 我們做的政治工作 尤其是我們做新媒體運動的人 我們最主要是做政治啟蒙的工作 你難免會明白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心態 當他面對這樣的文情 面對這樣的輿論導向 而當我們處身是 你站在我的角度想像一下 你站在我的角度想像一下 站在我的角度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們是難免心底裡 是會出到一個很典型的詞語 就是把人 但是當然我們這些人也是犯賤的 不講不講結果都是講 講足三節 雖然是面對著這麼多的困難 大家現在明白就是 我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中國講了一個多小時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社會環境 在一個大家對政治的理解 和一個這樣的輿論的環境下 我們做政治傳訊的工作 可以說是 就是我很感謝我的團隊 很感謝我們《二月時報》上下 很感謝《二月時報》上下 很感謝《二月公民》 所有人 因為我們做這個工作 真的是一切辛苦 真正的成績 真正的成績 任何人 永遠的做很多 感谢观看